13点50分了朋友们 3月4号 给大家看看俄军啊 太坏了 俄军用火箭炮啊 来轰炸民用建筑 乌克兰军队收复了基辅地区的 可能叫大基辅 范基辅的一个小城镇 叫布哈 升起了国旗啊 拉锯战 双方在拉锯 激烈的争夺啊 几近几出啊 蔚蓝的天空 金黄色的田地 卖地啊 蓝黄相间的乌克兰国旗 重新飘扬在布哈市的上空啊 应该是市政府吧 或者叫市政厅啊 下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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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事啊 从北极方向 北极方向 降温了 要有大雨雪啊 这是气候武器 气候武器啊 这个是西部利沃夫啊 当地人 就是那些青壮年男性 18到60岁的啊 应该叫后备兵役人员吧 后备役 预备役 或者叫民兵啊 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准备 人们在训练啊 这是俄国的一种炸弹 在文尼查地区 叫卡利诺夫卡 发现一枚未爆炸的 FAB-500炸弹 这种炸弹的品质 堪忧上世纪的产品 打叙利亚的时候 把这种多余的军火 库存军火 用了不少啊 这个文尼查 文尼查就是当年的狼穴 狼的巢穴 那个希特勒 在东线的大本营 就在那个地方 就在乌克兰的文尼查啊 好像也叫拉斯登堡 拉斯腾堡啊 后来给取了个德国名字 就在文尼查地区啊 我们再看看这个 质量的优优优优独播剧场上 质量的优优独播剧场上 质量的优优独播剧场上 人家这是保家卫国 所以战斗意志非常强 旺盛啊 求战心切 你是侵略者啊 你到了人家这个乌克兰了 对吧 这个是乌克兰的正规军啊 在训练民兵 如何收拾俄罗斯的 应该叫特巴林 我看好多这个媒体啊 都说是T80坦克 什么T多少多少 应该是特啊 我听说是特巴林啊 好吧朋友们啊 这个说是俄军的一个部队向核电站出发了 这个有可能造成核泄漏啊 这个是扎普罗热 核电站 扎普罗热是哥萨克的名字 然后吧 感谢观看